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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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未来和过去 分不清生死的诧异 不该走喜悦或遗憾 离开这里 多少个月牙才交替 我穿越过几个世纪 因为你 像花瓣在翔翎 就悲凉的风景 长手挥不去一生的光卷影 不该看不得更快 我穿过一些心 存在的痕迹 饶上不微的生命 伤了是为了何对 我面前的壮丽 是狼身碎眼睛 我独自对你 是狼身碎眼睛 我们不能说给他们 什么 练功啊 莫名其妙 公主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臭蛋 咱们什么时候回苏州啊 各位客官有没有兴趣看灯展啊 过几天就有了 全村到处是张灯结彩 少男少女上街游玩赏灯可热闹了 我要去 我要去 不喜欢的 我们街上也很好玩 很热闹的 可以去看看 好啊 好啊 反正我们难得来这里 不如四周看看游玩一下 对啊 我们都来这么多天了 是该出去玩了 干嘛 你们都看着我 分手嘛 也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嘛 嗯 你说是不是 当然啦 我们现在很轻松的 不就是这样吗 那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 玩到比你们都开心 对 走 我们走吧 走 我也去啊 去吧 玩得开心点 进行享乐 去吧 义父到底在想什么 啊 他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 啊 有些事想跟你说 公主 义父昨晚说李逍遥心不死了 你要赶快想想办法 不要让他们太得意了 走 哈哈 有美人相伴 风景好 心情也好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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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大块头 哼 大块头 不 喂 你们赶快换回南州 你们两个先回苏州吧 你们先跢回南州 我们就马上回苏州 大胆 你这坏女人 先欺负我的男人 又伤害我的女人 还想抢我女人的男人 我夭死你 闷死了闷死了闷死了 这有什么好玩的 死很好玩啊 你闷的话就去给我死吧 一定不会闷的 讨厌你个死臭蛋 好啊你居然敢打 我女人的男人 阿诺绝不会让你好过的 死臭蛋你干吗打我 你发什么神经啊 哦 嘿嘿嘿 死丫头 我打死你 哦 好 你 啊 唐玉哥哥 不要紧的 以后机会还很多的 多谢公主 那 送给公主你吧 谢谢 可以吗 闷死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逍遥哥哥吃肉啦 那你耍什么坏样啊 又想输给他吗 逍遥哥哥 你好潇洒哦 你这么快就忘了酒练琴 马上又跟我 好陶醉啊 张嘴 冲蛋 张开嘴巴 冲蛋 你张开嘴巴 张嘴 你不要敌人才是吗你 你行了吧你 全天下都知道了 就算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要你这个 又丑又讨厌 又没有教养的恶女的 别再求我帮忙 羞辱啊 汤鱼哥哥 辛苦你了 整顿饭呢 你也吃不到什么菜 谢谢公主 谢谢公主 这个臭小子 我不紧急事事地玩你一顿 我就不信你 我要去喝花酒 我们这儿有条花街 很适合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去玩的 好 是男子汉 就跟我去 去 去 行吗 别忘了明天早回来练功就行啊 看她的样子啊 就知道她没钱喝花酒了 有啊 儿子 拿着 走 我也要去 我也去 我也去 女孩子喝什么花酒啊 都给我留下 打扫 刷碗 绣花 绣花 我不会的 子妈 没来过啊 义父从来没有带我来过这种地方 看来啊 你比我们那个阿七还要害羞啊 我就叫你十四了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跟我走 来啊 来啊 你干嘛啊 来嘛 我要你陪我喝酒 喝 再来一杯 好 谢了夜娘 其实唐玉 心中早已有了一中人 终于肯承认了啊 李兄 为何如此惊讶 说 你对她到底做了什么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那她 她对你做了什么 李兄 为何如此紧张 这是我跟她之间的事啊 什么你跟她之间的事情 我问你 她对你到底做了什么 不太好意思在这里说吧 你要是不是我就杀了你 这个 她 她 她亲过我 亲过你 还有什么 李 李兄 你是不是喝多了 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休息啊 回答我 我们还定了亲 定亲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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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你 我 我 我 李兄 我 我杀了你 这是我和阿奴之间的事吗 阿奴 说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定亲 跟你清嘴的都是阿奴啊 不然还会是谁啊大哥 那你跟灵儿呢 人家灵儿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我是个卑微的臣子而已啊 你是说阿奴 阿奴 阿奴 阿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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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奴好 阿奴最好了 十四 我喜欢你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李兄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跟你说刚才是误会 来来来我们喝酒 喝酒 来来来喝酒 来干杯 干杯 你好 好 喂 你三天没吃东西了 我太开心了 什么 义父友叫点我 食有食 过了身世绝对不准吃东西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小爷爷 你说什么 李兄 谢谢你 你真是太有趣了 李兄啊 为什么叫我十四啊 我跟你说 我有个朋友啊 跟你太像了 你刚才在客栈里边呢 你的一言一行 你比他更幼稚 你比他还愚蠢呢 那我平时呢 你还管他叫阿七 你比他更严重 所以就叫你十四咯 原来是这样啊 阿七 李公子师傅 原来你给我取别名 是用来笑我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一说你就出来了 阿七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李公子师傅 我头晕了 头晕了 阿七啊 你怎么还是那么弱不禁风呢 李公子师傅 是你 是你精力旺盛啊 十四啊 这位很会说话的帅哥呢 就是我的徒弟阿七啊 十四 别睡了 别睡了 十四弟少侠 我是刘靖元 你好 在下唐玉 我想我们见过面 哦 原来那天在客栈 就是你 我们可真是有缘 能吃碗面吗 喂 阿七啊 你终于来看我了 哎呀 我太开心 你太开心 太开心了 真是开心啊 李公子师傅 你喝醉了吧 哎 没有 阿七啊 你不是在长安 教我的皇帝图孙读书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啊 宫中呢 关于民间的资料啊 都是太祖时候留下的 有几百年没有更新过了 皇上 他是关心民情 所以呢 就派来靖元 到民间收集新的资料 所以我就来到了这儿 是这样的啊 还是听不懂啊 哦 对了 刘兄 我刚看到你的书 原来你也懂南少国的文字 刘某实在是看不懂 这个很容易啊 是吗 也许我是南少国的人吧 那就请十四帝少侠 以后多多指教了 哎 客气 要不是义父平时督促我读书 我想我也不会懂的 不过有任何的问题 我唐玉一定帮忙 先谢过了 刘兄 你是辅佐吧 厉害厉害 师厉 师厉 厉害厉害 师厉 师厉 好了好了好了 什么辅佐辅佑的 那我告诉你啊 我的徒弟呢 他是中原的仲爷爷 笨是笨的点 不过呢 读书是第一名的 怎么样 这点你都没看出来啊 厉害吧 厉害 厉害 师厉 师厉 厉害 厉害 师厉 阿七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呢 我们跟林儿 还有你那个表妹住在一起 怎么样 搬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吧 我本来呢 是要住在完美客栈的 现在搬去跟你们一起住 那可好了 完美客栈 是全省最完美的客栈 我本来要帮公主订的 可惜到那边 已经被人包下来了 原来是刘兄你啊 厉害厉害 师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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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师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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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长官呢 来来来 这是我的徒弟阿七 快帮他开个房间吧 李少侠真是少年英雄啊 这么年轻 就有这么大的徒弟了啊 那是 阿七啊 来 给阿七客官打扫一房间 好好好 好 靖元哥哥 表哥 灵爱姑娘 表哥 表妹 好久不见了 各位别来无恙吧 我给你说啊 这次靖元呢 是来替我的徒孙来做考察的 所以我这个做师傅的那 当然是住过来了 你的徒孙 那可是当今的皇帝老子 原来巨凶状元是皇帝的老师 靖元哥哥 灵爱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对啊 对啊 表妹也有好多话要告诉你啊 阿奴有很多 阿奴 你认识巨凶状元吗 不太熟啊 只见我一两次 那好吧 大家就一块来我的房间吧 我想各位心里应该有些心事 而且不便说出来是吗 对啊 明白了 我是你表妹 有话我要跟你说 好 一个一个来哦 表妹 别来无恙吧 丑丹跟灵儿分开喽 这对你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吗 丑丹一直在找灵儿 到处找她 走过蛇洞 收服僵尸 进了扬州 还遇到了蛤蟆精 这么多的生死搏动 后来的是灵儿一句 说分开就分开 她有没有想过 丑丹为她分开 她付出了多少 丑丹连喝醉酒的时候 心里想的嘴里念的 通通都是她 她到底知不知道 丑丹为她付出多少东西啊 我才不信灵儿说的呢 说什么回南照当公主 可以阻挡他们俩的感情 他们不能一起上路 一起面对未来吗 分开是最好的方法啊 或许灵儿姑娘在一路上 遇上了很多事情 改变了她 丑丹遇到的就比她少吗 丑丹也没变 她凭什么变啊 当初是谁 开口闭口 说爱的事逍遥 怎么 现在又不遵守承诺了 不知道什么叫天荒地牢 至死不渝 一句分开 就把别人打入地狱 公平吗 好 我的好表妹 爱是从来不讲公平的 甚至可以说 它是造成这世上 最大的不平等 我很想和你 找到什么 人家 我会觉得 是说 你不可以 我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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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我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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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 我会发生 我会发生 他会发生 我会发生 我会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妹 你很伟大 可以这样子地爱一个人 要他快乐 虽然你知道 他快乐的源头 不是你自己 也许 这是跟表哥学的吧 相爱 不如相知 相爱不如相知啊 表妹 你去好好地睡一觉吧 就让时间 来解决一切问题 你 真搞不懂 你到底是帮谁啊 我当然是帮阿奴你了 那你干吗跟那个李逍遥喝酒啊 你到底在搞什么啊 你害公主气死了 我 我不是啊 我 你还是专心练功吧 要不然等一下石张老看到 又要说你了 错 你在耍什么呢 是张老您教的基本功啊 错 你耍的这是猴子拳 什么动作都不对 对不起 不对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练完一百遍才去吃饭 知道了 太好了 唐玉小宝没有被大屎鼓骂 为什么 没有被大屎鼓骂不是件好事吗 傻子 十四弟少侠 历历极辛苦啊 太好吃 好吃好吃 喂 你昨晚又去喝酒啊 怪你什么事啊 公主 我们在这儿待了不少日子了 可以走了吗 对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离开了 几位客官 这附近一带很好玩吧 好啊 好玩啊 你们昨天去的地方还不算 还有更多好地方呢 还有什么 说来听听 东面有个灵山 美得跟天堂一样 是吗 那我们一起去啦 对啊 这不去也太可惜了吧 是不是 一起去啊 一起去吧 一起去啦 是张老 那我们都玩两天啦 随你便吧 是啊 是啊 靳远哥哥 陪灵儿聊聊天吧 哎 阿七啊 阿七啊 你过来 师父我教你一招功夫啊 靳远哥哥 好久不见了 灵儿挺挂见你的 灵儿姑娘 你忘了 我们是铁三角啊 黎公子师父 呆呆呆 灵儿姑娘 不敢怎么说 女孩子家都应该有点矜持啊 靳远哥哥 灵儿真的有话跟你说 四处大人家都主动了 还有你说 我都看到了 没关系 我用没表面机 我跟你说 表哥 我要跟你玩 靳远哥哥 好久不见了 表哥 陪靳远哥哥 阿七好像很好玩 大家都在抢他 阿龙 你不要 都也想玩 大块头 你们到底来到什么时候走啊 那得看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你们现在不成吗 解决事情总得要时间的 无心插口 失礼 失礼 哪里 哪里 你们还施什么礼 拿什么礼呀 快到想办法 你这个坏女人 欺负我的男人又欺负我的女人 抢我女人的男人 还呼喝我女人的男人的男人 你招死你 想有吗 怕你啊 有啊 我怕你快 快快快快 怎么办呢 阿七壮元兄 十四弟 别怕 别怕 好了好了好了 难得我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块 我们来玩个游戏来助助兴吧 这个游戏呢就叫做缘分 阿七你个笨蛋 就会出笨主意 就是吗 肉麻死了 不过是靳云哥哥的提议啊 不好意思拒绝 我要玩我要玩 我要玩我要玩 这个游戏呢很简单 大家得闭上双眼 然后认清一个方向 就往前走 心里面要数到五十项 继续走 有谁呢可以在黄昏之前呢 遇到对方 那这就表示 他跟那个人有缘分 大家准备 闭上眼睛 开始 来 莫儿 表妹 你好 你想吓死人啊你 表妹 难道咱们俩因为有缘吗 呸 谁跟你有缘分啊 就是说嘛 虽然这只是个游戏 可是表妹也要遵守规则 表哥 你为什么要玩这个鬼游戏啊 咱们大伙儿整天都泡在一块 试问李公子师傅跟灵儿姑娘 有什么机会单独相处呢 你在制造机会给他们俩说话 知我者 莫若我冰雪聪明的月如表妹了 表妹 干吗 记得遵守规则 来 啊 阿奴 这么巧 我们又见面了 唐云小宝 我们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阿奴 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你跟着我干什么 你跟着我看 你现在是个账戟 我见你 是不是 有个人 阿七哥哥 竟然哥哥跟阿奴真是有缘啊 阿奴妹妹姑娘请起吧 难得 难得 我的公主跟你的师父会怎么样 如果他们两个可以静下来谈谈 那就好了 七兄状远所言甚是 不过灵儿妹妹个性也那么倔强 难说哦 你又不守规矩 跟踪人是吧 我自己走啊走 就走到这缘啊 那我们真是很有缘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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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好呢 我现在走 岂不是人数 一定要停下去 一定要停下去 来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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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的心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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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 公子 你们 你们两个做做好些人 陪陪我这绝望的人吗 好吧 七年了 七年了 都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是突然有一天 他跟我说要跟我分手 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说 什么心情不和 说 我们两个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真的好痛苦啊 分手有什么了不起的 既然是两个不同的人 与其不开心 分开也是件好事 你们两个不明白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刚分手 跟他 对啊 你看我们现在 不是好好的吗 你看 我们现在不是还能出来玩吗 对啊 怎么可以这样啊 怎么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 再见也是朋友啊 没有啊 假的 假的 我原先以为可以这样 还是约他出来吃饭游玩 可是每次到了最后 他都哭着对我说 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说好了以后不再见面 可是到头来 又忍不住了 那为什么要分手啊 他有他自己的苦衷 我不想为难他 可是 我们分手之后 却还在照顾对方的感受 结果藕断丝连 真的让彼此更加痛苦 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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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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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呀 喂 我怎么没一刻看到你的嘴巴 是空着的啊 当然了 我也希望是这样 你今天吃第几仓 骗人 你才吃两餐哪 这是第八顿 哦 对 这对 第八顿 我忘记了 哇 跟白痴一样 哇 喂 你们怎么回来的比我们早啊 哎 哭啊 你们俩给我站住 嗯 阿琪 十四 我们去找燕娘 燕娘又是谁啊 嗯 哎 艳娘是谁啊 哎 就是很艳丽很风骚的 啊 走 哦 去吧 敬情享乐 嗯 臭蛋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啊 不是 刘公子 来来来来 刘公子 哎 你们知道这位公子是谁吗 啊 不知道 啊 我告诉你们啊 这位刘公子啊 他就是当今的壮人 皇上的老师 爺 爺 爺 哎 哎 各位姑娘有礼了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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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们啊 我呀 就是这位 爺爺爺的师父 哈哈 nationwide 爺爺爺 帅爺 陱公子师父 Attorney 可以走了吗 我 你不想走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走吧 长老 可以让零儿多 轻松两天吗 你真的感觉 轻松一点 好吗 想抛下我出去玩 没那么容易 居然去妓院 我是受李少侠所托 要我来找你 你打我 打什么呀你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呢 我哪有啊 是你 你竟敢于是本小姐 你以为你大嘴巴了不起啊 你个大鼻子 你男的女的你 走逼你长得好吗 妙娼我一块 主子 别人 别人 你走开 不要合你啊 她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走不开啊 你 别跑啊 你干嘛 你个死丫头 死丫头 别跑 你放开我 我才刚擦完的 我会打扫干净的 听 你们摸我 已经摸够了吧 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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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我们来玩壮元令 壮元令 耶 喝 我就不信 你喝多了还能不说 想逼我酒后吐真银 没那么容易 怎么样 可以说了吧 我喝昏了 就不用跟你说那么多了 十四 十四 小子 醒醒 小燕 小燕 贝比 中银令 好 好 哎 喂 你们 你们两个好 好好重啊 哎呀 七兄中银 七子弟少下 哎呀 哎呀 好丑啊 高求逍遥 这帮宫 哎呀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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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要叫我名字啊 老神道道 原来十四弟少侠 哎 饮起师来了 哎 为什么连师都要叫我的名字啊 哎呀 高求偶诚 胡求在堂 其布尔森 哦 我心有伤 哎 哎 哎 啊 膏子师傅 是你的名字啊 太普通了 你 你 我 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 痛啊 好你拉气啊 你倒好 平时我让你把那个状元爷 拉出来玩玩 你 你死活都不肯 现在那是女的 你 叫你什么状元爷 你就拿得那么快 你 你太过分了你 师父吃徒弟的醋啊 好痛 你这个死唐玉啊 这是莫文福义 枉我请了你吃了二十几万面 夏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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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国的师父 好烦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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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国的师父百岁 夏瑶雄百岁 为什么我没喝醉啊 夏瑶雄百岁 现在什么时辰了 不知道 夏瑶雄百岁 我先睡了 不要吐了 不要 不要 我 我叫你一招 你尽管用吧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长老放心 莲灰再擦干净的 来 这么丑干嘛 扰月期末啊 今夜真宁静 何等良辰美景 你干嘛你 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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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孩子气麻阿奴 你 他 阿奴 来 来 阿七 十四 我们去喝花酒 儿子 拿去享受吧 儿子 那我呢 对不起 失陪了 你 泪水却始终不断 总注定没有你的未来 是梦忘记 消失的空白 什麼都別說 不想懂 至少我還擁有美麗的夢 什麼都別說 我真的不想懂 終於明白 該放手 什麼都別說 我真的不想懂 至少我還擁有美麗的夢 什麼都別說 我真的不想懂 終於明白 該放手 謝謝 我們來介紹一次